今天我要跟大家聊AI概念股英伟达NVDA6S的惊人表现 你们知道吗 就在前几天 这家公司的股价一度突破800美元每股 总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 成为美国科技公司中仅次于微软和苹果的第三大市值 这是怎么回事呢 英伟达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它又是如何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思科相比呢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英伟达的最新财报 2月21日英伟达公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的财报 数据显示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英伟达第四季度收入221亿美元 同比增长265% 净利润122.85亿美元 同比增长769% 这两项关键指标双双超出市场预期 在各部分收入结构中 英伟达最受瞩目的数据中心业务 当即收入184亿美元 同比增长409% 全年该部门收入为475亿美元 同比大增217% 不管是单季收入还是全年收入 都创下历史新高 游戏业务部门收入29亿美元 同比增长56% 全年收入104亿美元 同比增长15% 英伟达的盈利能力也令人惊叹 如果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其毛利率高达76% 运营利润率达到61.6% 这样的业绩让英伟达在华尔街赢得了一片赞誉 在英伟达公布业绩后 投行们纷纷调整了英伟达的目标价 比如高盛在英伟达财报发布前 将其成为地球上最重要的股票和财报发布 并将其目标价定为875美元 美银Vivac Area将其目标价定为925美元 摩根大通则表示 对2025财年的持续增长感到乐观 并将目标价定为850美元 券商伯恩斯坦的分析师斯泰希拉斯刚 甚至给予英伟达股票跑赢大盘评级 并将其目标价从700美元上调至1000美元 那么英伟达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呢 答案就是AI人工智能 英伟达是一家芯片服务提供商 它的芯片主要用于数据中心 游戏 汽车等领域 而这些领域都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场景 英伟达的芯片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图形处理能力 能够支持各种复杂的AI算法和模型 尤其是生成式AI 也就是能够创造出新的内容和数据的AI 生成式AI是当下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最前沿和最热门的方向 它涉及到图像 视频 音频 文本等多种形式的内容生成 比如人脸合成 语音合成 文本生成 代码生成等等 这些内容生成的技术 不仅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娱乐和创意 也能够为各行各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价值 英伟达正式抓住了生成式AI的机遇 不断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产品和服务 比如GBT4 DLSS Omniverse的 这些产品和服务都是基于英伟达的芯片和平台 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AI能力和体验 英伟达的创始人兼CEO黄仁勋在财报发布会上表示 英伟达的愿景是成为AI计算的领导者 并称英伟达是一家AI计算公司 而不仅仅是一家芯片公司 黄仁勋还表示 英伟达的目标是让AI无处不在 让每个人 每个行业和每个事物都能从AI中受益 英伟达的愿景和目标 无疑是非常宏大和远见的 也是非常符合当下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趋势和需求的 事实上2024年开年后 生成是人工智能行业一场火热 不仅英伟达 其他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个股 也都在一片狂欢中高歌猛进 今年2月以来 包括ARM 超微电脑 Balantir 桑文汉等在内的个股涨幅均在50%以上 这些公司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利用AI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ARM是芯片设计公司 超微电脑是服务器制造商 Balantir 是数据分析平台 桑文汉是语音识别和智能音箱开发商 这些公司的共同点是 他们都是英伟达的合作伙伴或客户 他们都依赖于英伟达的芯片和平台 来实现自己的AI功能和应用 可以说英伟达是整个AI生态的核心和引擎 它的成功也带动了整个AI行业的发展和繁荣 那么英伟达的未来还有多大的空间呢 它能否保持自己的领先优势呢 它又是如何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斯科相比呢 这些问题可能是很多投资者和观察者都关心的 毕竟英伟达的股价已经涨得很高了 它的市值也已经超过了很多传统的科技巨头 它的估值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一些华尔街的投资者认为 这像极了互联网泡沫前期的斯科 这种比较意义究竟有多大呢 斯科是一家网络设备制造商 它的产品主要用于构建和维护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比如路由器 交换机 防火墙等 斯科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 是互联网泡沫的 斯科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 是互联网泡沫的代表性公司之一 它的股价在2000年3月23日达到峰值 而在冲高之前已经出现分化 英伟达近期也出现相似的势头 在财报公布之前市场分歧出现 有些人认为英伟达的估值已经过高 有些人则认为英伟达的增长潜力还很大 斯科到现在依旧是一家很重要的科技公司 从另一种意义上 也算穿越牛熊和产业周期 1996年1月1日至2000年3月27日 经拆分调整后 斯科的股价飙升了20多倍 达到每股80美元以上的峰值 当时投资者相信 当时新生的互联网相关的服务器 和其他硬件的需求将大幅增长 在互联网泡沫的高峰期 斯科市标普500指数中最有价值的成分股 市值近5600亿美元 作为对比截至本周三 斯科公司的市值为1970亿美元 本月早些时候 英伟达的市值达到1.8万亿美元以上的峰值 短暂成为市值第三大的美国上市公司 在本周二的抛售之后 该公司市值跌至第五位 落后于Alphabet公司 从涨势和市值看 两者之间有相似性 但如今的估值并不像网络泡沫高峰期那样极端 虽然与标普500指数相比 英伟达目前的估值可能看起来过高 但远伟达到斯科等电信硬件公司 在互联网泡沫高峰期的收益倍数 Win的数据显示 本周三 英伟达的PB为50 2000年3月 斯科的估值是其远期收益的150多倍 从盈利看 英伟达的利润远高于斯科当年巅峰时期的利润水平 Boka Capital Partners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Tim Forrest表示 英伟达可能比斯科当时更有利可图 数据支持了这一点 斯科在1996年至2000年间的平均净利润率为17.2% 而截至2023年1月 英伟达的5年平均净利润为27.9% 从涨势看 英伟达与斯科当年的涨幅相距甚远 截至周三下午 英伟达股价已较2022年10月14日 创下的熊市低点上涨500%以上 而斯科公司从1998年10月的低点 到2000年3月的峰值上涨了700% 根据Evercore ISI的分析师 Julian Emmanuel的计算 到2024年4月 英伟达的股价需要从目前的水平上涨20%以上 才能达到每股862美元 当然估值很高 并不意味着股价不能继续攀升 该分析师表示 动量驱动的反弹 往往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结束 Evercore ISI表示 由于估值看起来已经很高 但并不荒谬 投资者可能会考虑增加对防御性股票的配置 英伟达和斯科也有相似之处 从极度集中方面看 英伟达如今所属的环境远远高于互联网泡沫时期 根据Julian Emmanuel的数据 美国前五大公司占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25% 这远高于互联网时代的前一个峰值 当时前五大成分股在标普500指数中的贡献率 只是短暂攀升至15%以上 从行业地位看 英伟达和斯科都属于卖铲子类型的公司 Interactive Brokers首席市场策略师 前华尔街股票交易员Steve Sussnick表示 我们的理由一直是 当出现淘金热时 向矿工提供稿和铲子 比开采真正的黄金更有利可图 斯科被视为提供连接人与互联网至关重要的硬件 而英伟达则生产数据中心不可或缺的芯片 Steve Sussnick表示 投资者应该记住他们的商业模式 有几个关键差异 一个是斯科自己设计和制造产品 而英伟达将制造过程外包给台湾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斯科的产品设计也不那么复杂 竞争对手能够生产相应的竞争产品 并讯因此速削弱斯科作为市场领导者的竞争力 英伟达在其专业芯片方面仍有优势 但其他竞争对手正在迅速逼近 斯科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20多年 该股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当初的市值高点 英伟达会不会不斯科的后尘 还有待观察 但无论如何 英伟达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家AI计算的领导者 他的愿景和目标也是非常有远见和魄力的 我们期待英伟达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AI创新和价值 也希望他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回报和信心